中英語對日空一數年開始跟一位學校 還有學士單位開設中英語 任文江做的通識課程 讓學生來選修 學校是不錯 中英語也表示說 接下來會再推出四名政典 還有民主家意義 上六種新的課程 這就有很多企劃 這位北以臺醫學系學生 在中學期選修中英語 任文江做的學生同學校 對世面和未來都有更多數學 跟他一樣也來參加 任文江做的學生也有很多 一群人在做一個決策的時候 怎麼用各種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然後他們怎麼看群體決策這件事情 所以再加上我們的同學們 都來自不同的背景 看到很多大家對於同一件事情的 完全不同的看法 像農業積極學的話 老師講的可能就比較偏向 台灣遇到的一些農業的現況 然後還有環境的問題 那經濟學的話 比較像是偏向個金跟總金 所以我覺得在領域上面 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因為本土體和科技業進化電 也是國家主要推動的重點 這麼多好好會主動開立工 跟以學長長長相關的課程 提出人文社會 冷卻有越來越久的出世 當然他團隊認為說 日本受用對年輕人世代來說 是很重要 所以開十年的人文江做 而且還要開六門新的庫典 產出一個政策 然後怎麼去管理這些事情 經濟也好 社會也好 或者或者我們的這個科技 不斷在變化 那我覺得我們下一代的這個年輕學子呢 應該擁有更全面性的更廣泛的一個 跨領域的視野 中間他人文江做 正是從一十年開始 跟蘇東時要賣政策的 雍邊高台 北宜台 又向他行業合作 10年開260千門口 邀請二叔 跟研究員 頁頁80的專家來上課 累計有5,649人出來收課 未來的國以民主和意義 正經地利頁頁議題來探討 和學生有多元的關聯 了解國際政策和社會的動態 記者從下報道